早晨 今天是2024年3月26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关大证券 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维雄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Kimi 今天大肆有什么焦点? 今天大肆焦点就是比亚迪1211会公布业绩 连同药明生物2269都会公布业绩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心得上交流 或者有问题想问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面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向下 市场观望 今个星期稍后公布的PCE数据 美股三大指数是低开低走的 道指收市跌了162点 收报39,313点 跌幅是0.4% 纳指和标指收市跌幅是0.3%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未跌4点 欧洲股市方面是个别发展的 一起看看焦点科技股 股价也是个别发展的 Google就要向上 苹果反弹0.5% Tesla呢 不好意思 Tesla是反弹1% 另外 欧盟对苹果和Google启动调查 苹果的股价要跌0.8% Google要向下跌0.5% Meta跌幅要超过1% NVIDIA靠韵报道说到 内地计划限制政府使用Intel和AMD的芯片 Intel的股价一度跌近4% 收市跌幅收窄到1.7% 微软跌超过1% AMD最多跌4% 收市跌幅收窄到0.6% 比特币重上7万美元流上 加密货币交易商Coinbase 股价急升9% 一起看二与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股价各别发展 百度上日在本港升穿100元后 ADR再比本港收市高出超过2% 京东亦比本港上日收市高1% 汇控ADR折合比本港高超过1% 比亚迪今天公布业绩 ADR折合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我们一起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早段升82点 继续在4万点流上 40502点 首义综合指数升31点 升幅超过1% 另外昇离普通股指数微跌8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41点 我们一起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是升30多点 那我们先看看 我们稍后再和大家跟进 看看对完盘后 港股的走势是怎样 现在看到的方向不是很明确 刚才说到升30多点 恒指是16,500点左右的水平 好 和Kimi谈谈外围的视频 都多事情谈的 美股上日回软 上星期就是继续做好的 看到标指上星期四 其实是今年以来 第20次创出的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就升幅近一成 去到5,200点上 5,200点为何这么重要呢 就是其实 不少行去年第四季就给出一个标指的目标价 都在5,200点左右 其实现在去到3月中左右 已经是达到不少行 说到就是说 今年全年对标指的预期了 不过高盛最新就说到 他们是维持着这个5,200点的目标不变 但是就说了一些condition 就说 譬如说 现在人工智能 他们看到的乐观情绪仍然很高的 但是呢 有几样东西大家值得留意 第一就是那个长期增长的预期仍然很乐观 第二最大型的TMT 就是科技媒体和通讯行业的股票的股值 其实他们的评估就是远远未达到泡沫区域 所以高盛就说到 如果这些大型科技股的股值继续攀升的话 预期那个市盈率就达到23倍 就可以推动标指年底前就去到6,000点 就是比现在的水平就进一步攀升 你是否认同高盛的预测 譬如说今年来去到6,000点的机会 你觉得大不大? 其实明显你见到高盛这个预测 真的看好一些美股的科技股的业绩 带动整个三大指数继续向上 但反过来其实高盛自己 只是削减了美国今年的减息次数 由最初原先认为今年会减息四次 到今年认为会减息三次 即是美股这次预计再次攀升 并不是因为减息的情况而推高 但其实我觉得业绩那方面 在标普500指数中包括了一些非科技股的公司 其实大家最近都见到 比如Lululemon的业绩都不是做得特别好 但反而看到一些科技股真的有一个大度的 就是AI芯片类的板块 无可置疑确实AI芯片的板块 现在只不过开端 甚至最近大家都会见到 AI方面的助力 由NVIDIA推出最新的something Blackwell之后 已经将它的股价再度回到 950美元楼上美金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同意 就是今年全年都是看AI这个板块 只不过第二季度的时候 AI这个板块可能要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其实这个礼拜大家都会留意 譬如SMCI这一类超微电脑 其实它们的股价都已经是由高位回落 虽然昨天是有再上升 但其实升势方面 就已经没有之前的动力那么大 和那么多 另一方面都要留意 譬如AMD的走势 也有少少弱 在技术走势方面 都见到市原高顶之后 都是下跌的 所以并不是每一只科技股升得好 特别是苹果 内幼内患都比较严重 我们一会儿可以慢慢再说一下 所以我也会说 就是看个别股份 但是千万不要觉得 像第一季度那样 升势非常之快 所以我就会觉得高盛 下这个目标 当然都过于进取 是的 那我们谈谈谈个股 因为未来可能说 美股的指数都去到高位 那么未来可能 如果真是说 继续买美股的话 可能就是要看个别股份的情况 因为Kimi刚才特别提到 苹果 美股就是刚才说到 标指就铝创新高 但是苹果呢 其实今年至今的股价都是跌的 这两天就是170的水平上落 其实上星期四 就是一下就急跌了4% 大家的标题就看到 其实市值就单日蒸发了 就过千亿美元的 市员当日就传出了两个消息 是同时传出的 那么大西洋的两岸都对苹果是有一些动作的 先讲了美国 那么司法部有机会就说对苹果提出一个反垄断的起诉 那么理由就是说到他们的生态系统就是造成了垄断 那么这个生态系统的垄断就是犧牲了消费者 开发者和竞争对手的利益 那么他们说那些反竞争行为就超出了 比如说iPhone或者Apple Watch的业务范围 那么苹果公司在他们所走的每一步 都是建立并且强化智能手机垄断地位的护城河 那么那个指控就以Apple Watch为例 就说到手机呢 其实就是那个手标就只是适用于iPhone 就是配合不到Android的装置 意味着它说如果买在Apple Watch的用户 如果不继续买iPhone 就要负担一个高昂的费用 那么这个是美国方面的指控了 另一方面当日就有一个消息传出 就是欧盟会根据新通过的数码市场法 就对苹果、Google和Meta等就启动调查 其实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昨天星期一欧盟已经确定了会进行调查的 调查其中一个方向就是 针对苹果App Store和Google Play 他们的商店是否有限制导引的规定 就是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譬如我们在Apple Store买东西 那它就会限制你用某一些支付方式 那现在欧盟的指控或者调查就是说 是否他们在一个作业程式上 是有机会限制了那些用户 是用其他支付方式去付钱 那如果是这个指控是成立 并且是确立要罚款的话 有机会最高面临的罚款 是全球一年营业额10%的罚款 那这两个就是现在它叫做两边受敌 那苹果的股价其实今年至今就跌了11% 跑输大市了 现在看到未来可能都未必很乐观 因为你面对就是一个政府的指控 第二就是每逢你面对政府的指控 其实罚款金额真的可以很大 那Kimi想问一下你 就是第一如果真的持有苹果的投资者 你建不建议他们在现水平固货呢 因为上个星期四消息传出之后 那一下急跌 其实也有些讨论是说 觉得有一个超跌了的情况 你又怎样看呢 刚才Wendy你说的这宗新闻 在几年前内地也曾经有一个反垄断法 在科技的板块 但是你会看到反垄断法 在内地实施的情况之下 对于科技板块的冲击 感觉上是多过今次欧盟 或者美国他们对科技股方面的指控 似乎是市场方面 对于两个新兴市场 和成熟市场的科技股的看法 是有少少不同 因为始终可能成熟市场方面 科技股的板块 即使是有一些政府规划的坏消息 但是也会有一些业绩方面 就是可以持续做好 是有少数论练分的 是有少数论很大 在国际上的特别的地方 不可做好 对于科技股的码策 在数据中心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